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节奏节目 上周二是西方的万圣节 或中国人俗称的万鬼节 传说中 这一天各种恶鬼出没 死去人们的灵魂也会离开阴间 在世间游走 所以这一天的晚上也就格外危险 为了吓走鬼魂 人们会戴上各种恐怖可怕的面具 当然会不会真的能吓走鬼魂不敢确定 但不小心倒是经常能把人吓得魂飞魄散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 就在这一天 中共新任七常委从北京乘专机来到上海 集体瞻仰阴气森森的中共一大会志 说阴森不仅是因为墙上的那些人物以坐骨去了阴间 而是七常委抬手握拳信誓旦旦的那种诡异的氛围 着实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因此网友把这张照片评为今年万圣节最恐怖照片 没有之一 这么说不是为了恶搞或是情绪的发泄 而是对百年共产邪恶幽默而含蓄的控诉 从信封撒旦发明共产邪恶理论的马克思 到迷信暴力革命杀人如麻的列宁斯大林 再到集邪恶之大成 执政六十多年就是八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的中共 世界百年共运史早已证明 共产主义是绝路而不是出路 共产党实在是宇宙恶势力 为阻碍人类获得美好未来而抛出的魔鬼 至于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 恰恰是中共在经济领域逐渐放弃共产主义的结果 虽然还只是个半吊子市场经济 也还没有完全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最新的佐证就是中共商务部抗议美国 仍然把中国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也就是对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放弃的不彻底 当然中共也确实不敢彻底放弃 尽管只是经济领域 否则防火墙恐怕就白气了 所有其赖以统治的谎言都会被戳穿 而真相终究会导致中共解体 所以他拼死也要坚持那个早已过气 破烂不堪和自相矛盾的邪恶共产主义 所以才说七常委那张在中共一大旧址 对着死人照片宣誓的照片透着一股邪气 正是由于中共深知墙的重要 所以除了不断加高加厚自家的墙院外 最近又把墙修到了国外 媒体报道 全球最大的学术图书出版商 斯普林格自然集团 驱从于中共的审查要求 禁止了至少1000篇学术文章 在中国境内得到访问 成为最新一家要钱不要脸的国际公司 报道说 为了取悦中共当局及因此而带来的利益好处 德国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 从旗下的中国政治学期刊 即国际政治学的网站上 删除了至少1000余篇文章 所有相关文章都含有被中共当局认定 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关键词 如台湾西藏及文化大革命等 而刚刚在两个月前 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曾屈从于北京方面的类似压力 屏蔽了300多篇有关六四和文革的文章 在其放弃学术自由的懦夫行为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后 剑桥大学出版社改变了态度 又刊除了那些文章 面对国际学术界的愤怒和谴责 斯普林格自然集团为自己开拓的理由是 如果不采取行动 我们会面临所有内容被封的危险 如果被禁止在中国销售我们的内容 将不符合作者顾客广大科学界学术界的利益 可见诺夫的借口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配合损失会很大 当然这损失不包括中国人民的损失 不包括对中国人民因无法了解真相 而只能生活在谎言里的伤害 什么学术自由 什么do no evil 在所谓的利益面前 这些原则都是可以出卖的 所以中国人也应该记住这些 为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国际企业 因为在中共越气越高的墙里面 有他们放的一块砖 好 观众朋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